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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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們今天繼續來玩一下我們的 迷你版魔獵人啦好不好 那上一次基本上跟大家介紹了這款遊戲 然後也是初步的來玩一下喔 那上次我們解決了這個黑猩猩之後的話呢 這個黑猩猩就上屍 就消失在我們這個地圖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把我們這些這個 野豬王都打死之後啊 他們是不是就會消失這個地圖 我們先來打一下野豬王喔 那剛剛有發現我好像可以就是 解鎖我的那個滑步技能了 所以待會我們也是來帶一張滑步技能 喔 等一下 這邊我們上司基本上他送了我們新手裝備之後啊 我們這邊的那個矛啊 是直接會分裂了喔 我們有一個會分裂的矛 所以現在可以打兩種傷害了 所以現在就算什麼精英野豬王 或是我們的精英什麼星星王 應該都不用緊張好不好 直接打爛他們就可以了 所以新手裝備還是蠻爽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跳背一下他 可以跳背嗎 有有跳背一下 蠻ok的喔 欸他倒了喔他倒了喔 看來我們傷害是很足夠的喔 現在就再見了野豬王好不好 現在還行好不好 其實上司基本上我們碰到那個波龍啦 是我比較期待的一個角色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能不能遇到我們那個波龍喔 來來來繼續打下去 然後順便先點一下我們就是那個滑步射擊 看一下滑步射擊會怎麼樣 所以這邊基本上你可以就是 把這些都慢慢一個一個清完這樣子 清完之後的話地圖就會變得蠻乾淨的好不好 如果你是有點想破證的玩家的話呢 是可以來好不好 可以來把他打掉一下喔 天賦這邊的話滑步射擊需要消耗天賦點數6點 我們這邊ok然後滑步射擊是 滑步石會對目標再進行一次攻擊 水喔所以可以瘋狂滑步瘋狂攻擊 我們在這邊狩獵來試試看一下喔 我們慢慢打 我們先把地圖上面一些小關卡都給他打掉 來了來了感覺目前來說我們的 裝備變好了技能也變好的話應該 會蠻好打的喔 先來刷一下這些小東西 這些敵人的話應該就小了顆小了顆 然後等到遇到一些比較大隻的怪物的話才會比較恐怖 沒問題狩獵成功再來 然後前面那個妹子他上次有說他在前面等我們 我們有看到前面那個驚嘆 我們先把家裡附近有這個東西的都先刷完喔 都刷的乾淨了 那再來要挑戰的就是我們這個暗黑熊啦好不好 暗黑熊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來來 狩獵狩獵狩獵 你不要突然從旁邊過來好不好 嚇死我了 他幹嘛 他在熊吼是不是 好像在熊吼喔 ok嗎ok嗎 先躲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有這個跳跳劍真的還蠻爽的耶 而且我們家滑步還會再進一次攻擊好不好 超爽的超爽的 有有 暗黑熊還好嘛 再見再見 卡點了卡點了卡點了 可以可以 打死打死 看來目前來說 哇這裝備有點OP喔 新手裝備有點OP喔 好爽喔 直接 連發射擊 射死這個暗黑熊了 但感覺他一開始新手就給這麼好的裝備的話 後面應該 應該會很可怕好不好 那個龍應該 沒那麼簡單了 來了來了 這是誰 嘿勇士 需要你在30分鐘裡面介紹我們這個任務 我會給你任務獎勵 三隻小野豬 ok 選擇野獸可以調查附近獸區所在區域 在對應區域探索就可以指定野獸了喔 好 我們可以指定小野豬是不是 這什麼東西 禮包 禮包這個先不考慮 先玩一下再說 喔 這邊有好多小野豬喔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然後探索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擊殺小野豬之類的 是不是 喔 所以 剛剛那個就是他有一些任務是叫我們要幹嘛 然後我們可以先在那邊探索一下 發現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像他要我們小野豬三隻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有小野豬出現的地方就是 有沒有 點選那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把小野豬這邊的任務給他解完了 了解 所以他會告訴你去哪裡探索這樣子喔 但是探索一樣要花費我們的體力這樣子 但是探索的話都可以取得一些那個 新的一些那個素材或是道具喔 我們那蓮巴槍也太強了吧 啾啾啾啾一直狂射欸 好扯喔 超猛的蓮巴槍 好 那這邊應該可以把我們那個 小野豬的那個任務給他解完了喔 好 沒問題 欸 大叔 解完了不是嗎 不給不給消息是不是 這什麼東西 戰技功能已解鎖 請進入戰技界面調查 還有戰技是不是 可以用技能是不是 太猛了吧 現在你已經裝備了第一個戰技 快去戰鬥中試試看吧 居然還有戰技這種東西 太省了吧 來看一下喔 先把周圍的打完再去跟那個妹子講話這樣子 來 有戰技有技能耶 這遊戲 這遊戲還有技能啊 你裝備強大的戰技 長按戰技 按鈕並滑動可以像某地方 喔 這樣是不是 如果你想改變戰技的位置或大小 可以進到戰鬥頁面去改更改這樣子 欸 好帥喔 這遊戲 感覺這遊戲會很high捏 可以用一大顆技能去打我們那些BOSS這樣子 哇 進化版 進化版 來來來來 你們最好是全部都給我站一起 因為我現在靠我的這個 這個什麼 武器的普攻 就可以直接 縮歪他們了 你知道嗎 彈射彈射欸 瘋狂彈射好鬼喔 好鬼喔 你看 瘋狂彈射 我的天 來來來來來 你們聚集在一起啊 你們 很麻煩欸 但其實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他們撞我們的話還是會痛的喔 不開玩笑喔 來 在下面的話應該就可以再去打一隻比較大隻的BOSS了 這是誰 喔 死前巨熊喔 來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死前巨熊 但他那個就是暗黑熊直接被我們屌歪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死前巨熊有沒有OK 來了來了 欸 哇 他暈 欸欸欸欸 對啦 你暈眩的距離也太大了吧 好鬼喔 這隻有點恐怖欸 他暈眩距好大喔 哇哇哇哇 欸不是 他不是暈眩距很大 連攻擊的距都很大 完蛋完蛋 欸我會被真 喔這個要跳是不是 喔這個要跳啦 那個要跳那個要跳 8787 都忘記可以跳了 我以為我平常這個就是在跳的 結果這個不是 哇所以 這遊戲我覺得蠻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還融合了一些你要跳躍的東西喔 好神喔這遊戲 跳一下跳一下 喔他是BOSS欸 他已經BOSS了 死前巨熊喔 他已經不是精英怪 他是BOSS 快跳一下跳一下 哇不行 好難啊 好險沒有其他小隻的在旁邊 哇 哇我真的 跟白癡一樣欸 跳不起來欸 這些收起來 這什麼收起來 我可以不要發嗎 完了 浪費大招 完了完了 跳跳跳跳 死定死定 他攻擊範圍真的超大的欸 我的天啊 哎唷這陣坡 這到底怎麼閃啦 好難閃喔這個 再見 YES 那個陣坡真的有夠難閃的欸 天啊 啊 被抓到好險好險 恐怖喔 恐怖喔 欸 這第一隻BOSS有搞頭 如果他可以一直這樣重複在這邊 把我震爆的話 我真的還蠻慘的欸 說真的 好恐怖喔 來來 終於可以牽到了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採集食物 然後 這邊的話是怪物狩獵 然後這邊是 雙尾巨鳥 我們先來跟這個妹講一下話 這是蒼蠅樹 為週期性的產生蒼蠅火蟲 放飛 蒼蠅火蟲會為你指引附近材料的位置喔 有點像那個欸 就是魔物獵人啊 魔物獵人啊各位 開採支援 又是魔物獵人沒有錯啦 好不好 放飛了 沒問題喔 哇 很嗨很嗨 然後我們這邊再解決一下這個好了 我們今天打的那隻BOSS熊啊 真的還蠻OK的 但是他那個大招 那個什麼 陣地板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弄的 跳不起來欸 每次都被釘在原地 好險我們這種小關卡來說的話 都可以輕鬆刷這樣 跳跳跳 跳跳跳 姚哥都說這個叫做克里斯塔好不好 用跳了就可以了 狩獵成功 沒有問題 那我們計畫介紹就先玩到這邊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的一些戰技 還有我們的死前巨熊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關一關慢慢打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較厲害的裝備或是一些介紹的話 都可以跟著民一起討論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許片臺堅肉 大家掰掰啦 我那不給你 также 或者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家人要看很輕鬆的 我看著我 有第三趟